路邊大火越燒越旺 還有車輛從旁通過 看起來險象還生 恐怖景象發生在美國西岸 加州盛華金郡爆發野火 民眾抱怨求救 等不到消防隊員 這場火從當地周六一路延燒 甚至連洲際公路因此封閉 強風駐長火勢燒光乾草堆 至今燒毀面積多達五千六百六十五公頃 當地周日下午 消防隊員還只能撲滅 百分之三十的野火 預估加州這幾天的氣溫 還可能飆到 攝氏三十七度以上 可能駐長火勢進一步延燒 同樣超熱的還有印度 酷暑溫度居然逼近五十度 尤其連印度最近十八屆下議院選舉近十億人頂著艷陽排隊投開票所人員至少三十三人熱死就在周末已經結束投票 出口民調預估執政黨贏得國會多數 而總理莫迪執政十年打出改革經濟牌獲得選民支持 一定進入第三任期 TVBS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